近日 记者拍到谢霆锋老母迪波拉与两任丈夫聚餐的画面 他还对着前夫谢贤又亲又抱 当天 一行人现身上场某餐厅 谢贤穿着一身黑色衣服 脸上戴着墨镜 再配上达理得当的长发 很是有形有款 去年 谢贤曾被拍到拄着拐杖出行 上楼梯时差点摔倒 这次露面 85岁的他 精神异议 比之前状态好很多 估计是任逢喜是精神爽吧 谢贤入行超过半个世纪 拍摄过190多部影视剧 却没什么拿奖运 没想到 进入冒蝶之年后 他竟然拿到了电影评论学会颁发的最佳男演员奖 刚公布的镜像奖提名名单中 他在下一城入围影第五强 与林家栋 吴振宇等实力派男星一较高下 坐在谢贤旁边的中年妇女 正是拉姑迪波拉 现年70岁的他一点不服老 穿着一身粉色衣服 头戴眉红色发姑 打扮似少女 期间 他熟练地帮谢贤点餐 显然很清楚对方的口味 点完餐后 原本坐在另一桌的迪波拉现任老公江耀成 来到妻子面前 跟对方换了位置 与谢贤并肩而坐 两人没有一丝尴尬 反而聊得很开心 关系很不错 江耀成不时指着身上的衣服 不知道是不是在聊时尚呢 众人吃完饭后 谢贤先行离席 大家立马拉着他拍大合照 可能是怕他跌倒 迪波拉眼睛一直没离开他 挽着他的手臂 还帮他戴口罩 谢贤临走前 迪波拉当众搂抱和亲吻对方的脸颊 表现得十分亲密 毫不避嫌 事实上 迪波拉跟谢贤虽然离婚多年 但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两人的感情已从恋人升华为亲人 迪波拉不止一次当众亲吻谢贤 甚至试过当着江耀成的面 江耀成似乎习以为常 表情淡然 由于谢霆锋长期在内地工作 谢霆锋已移居国外 两人都没办法陪在父母身旁 年岁见长的谢贤 一个人住在诺大的别墅里 倍感孤独 迪波拉夫妇一有空就会约他出来 春节期间 三人就一起参加了一场派对 玩得不易乐乎 说起来 谢贤与另一位前妻真真感情也非常好 前几年还传出他们要复合 尽管最后证实只是一场乌龙 但足以见得离婚多年的两人一点芥蒂都没有 外人对她的称呼一直是谢贤的前妻 谢霆锋的母亲 可又有谁知道迪波拉年轻时的辉煌 22岁掌获香港小姐 亚洲小姐的桂冠 活辣的身材 独特的气质 让迪波拉成了无数男人心中的女神 然而更让人津津乐道的 却是她跌宕起伏的风流运势 1973年 混血长相不甘频繁的迪波拉 报名参加了香港小姐的选拔 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凭着俄罗的身材 洋娃娃般的容貌 迪波拉一举夺得70年代第一位港姐冠军 然而 她的野心远不止如此 之后 她代表香港参加亚洲小姐的评选 经过层层比拼 迪波拉凭着一张脸咽压群芳 夺得魁首 名利双收的喜悦并没有冲昏她的头脑 分析当下局势力排众议 加盟了利德电视台 担任两档节目的主持人 为人处事圆滑老练 让她很快站稳了脚跟 毕竟谁能拒绝一个国色天香 能说会道的大美人呢 就在事业顺风顺水的时候 迪波拉却转身签约佳佳公司 投身影视洪流 她是大千世界中美貌出众 灵动俏皮的金兰花 她是七六版书建恩仇录中的 潜唐名记 欲如意 一步步大热剧的播出 奠定了迪波拉一姐的地位 一时间风头无了 走到哪里都能引起一阵轰动 然而 一个男人的出现 却打断了她所有的计划 1978年 有着情场浪子之称的谢贤 不远千里 慕名而来 可迪波拉却对她爱搭不理 一心和自己的男友花钱月下 你浓我浓 可长时间的聚少离多 却让迪波拉的内心平添几分孤独 就在此时 谢贤趁虚而入 在心上人面前安前马后大献殷勤 久违的温暖 死缠烂打的追求 让迪波拉春心懵动 管她有过几个前任 管她是不是花花公子 在她看来 两人谈恋爱 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然而 就在两人干柴烈祸时 远在国外的富商 终于想起了自己的女朋友 迪波拉踏上前往国外的飞机后 谢贤终于改变了新大的毛病 每天和她打跨洋电话 包电话粥 一聊就是三四个小时 心中的期待 让迪波拉终于忍不住了 他们相约浪漫的夏威夷 穿泳装 日光玉 挑草裙舞 前所未有的开心 让迪波拉终于下定决定 和现任男友一刀两断 恋爱一年之后 他们在众人的差异中 步入婚姻的殿堂 或许是浪子回头金 谢贤对这场婚礼极其重视 几十人的团队 六个月的策划 独一无二的婚纱皇冠 耗资两百万 只为给她一个终身难忘的婚礼 大咖云集 半个港圈的记者都来了 婚后 她为她生下一男一女 谢霆锋 谢婷婷 为了不让谢贤有后顾之忧 迪波拉主动退居幕后 或许是接二连三的好事 让谢贤焕发了事业上的第二春 萧十一郎 千王之王等电视剧的播出 让谢贤累积了丰厚的身家 丰流的本性也慢慢展露 男人有钱就变坏 这话说得一点都不假 频繁地出入赌场 让他把多年急需的财富挥霍已空 欠下赌王一千六百万的债务 服务双至 祸不单行 就在急需用钱之际 谢贤投资的电影公司 也逐渐走上了下坡路 濒临破产 不仅如此 还欠了旗下一人上千万的薪资 看着爱生叹气闭门不出的丈夫 迪伯拉终究还是没忍心 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 帮他支付了欠下的薪资 可对于一千六百万的巨额赌债 他实在无能为力了 看着滚雪求死的赌债 迪伯拉心下有了主意 深夜上门 找赌王和鸿燊商谈债务问题 所有难题迎刃而解 这不禁让人疑惑 赌王为什么会给迪伯拉面子 早在1973年 迪伯拉成为亚洲小姐的时候 香港富豪公子哥 都对他垂涎三尺 其中就包括娶了 两房太太的赌王何鸿燊 一次偶然的集会 赌王在豪宅中举办宴会 各界名流纷纷到场 身为香港小姐的迪伯拉 自然也收到了邀请函 就在他想要在来宾面前 一盏英姿时 却找不到合适的舞伴 就在此时 迪伯拉挺身而出 一只摊个 惊艳了在座的所有宾客 随后便对女孩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就在此时 他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谢贤 只是一顿饭的功夫 迪伯拉就被对方逗得花枝乱颤 随后 两人在酒店共度了十天的时间 匆匆结婚 如今 昔日的白月光再次登门 唉声叹气的模样 让赌王心头一紧 连忙出声询问 这才得知赌债的事情 或许是不差钱 或许是不愿意看到美人垂泪 他大手一挥让人砍掉了一半的赌债 即便迪伯拉心存感激 但八百万的巨额赌债 依旧不是他能承受的 在他的苦苦哀求下 赌王终于心软了 只不过八百万也不是那么容易免掉的 赌王心里想要什么 他心知肚明 这也成了谢贤和迪伯拉之间 永远跨不过去的一道鸿沟 即便谢贤感谢妻子的付出 可两人的关系还是渐行渐远 最终连表面的夫妻都装不下去了 1995年 相爱多年的两人体面离婚 两人离婚当天 两人并没有伤心 凡尔在民政局门口 抱着对方转了好几圈 就差放鞭炮庆祝了 恢复自由的迪伯拉 来不及伤心 就进入了一段新的感情 五年后 迪伯拉和航空机师将要城举行婚礼 前夫谢贤亲自到场 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隔空相望 只见他眼含泪水 说了一句 四哥 我嫁了 谢贤也是真心为他高兴 即便是离婚了 两人的感情依旧如胶似气 偶尔还能看到三人一起逛街 喝茶 这不禁让人疑惑 看着妻子和别人亲密 江耀诚真的甘心吗 2021年 谢霆锋主演的电影 在香港举行了首映礼 那天到场的人 不仅有成龙 王金 谭耀文等大人物 还有谢贤和他的前妻 迪伯拉 从图片上看 谢贤依旧穿着一身西装 内搭高领T恤 梳着大背头 戴着墨镜 身板笔直 丝毫没有驼背 发福的迹象 69岁的迪伯拉 则穿着白色的牛仔外套 内搭一件黑白条纹状的衬衣 利落的短发 彩色的丝巾 一身搭配尽显时尚 之后 喜欢八卦的记者们纷纷发问 谢霆锋在影片中 有很多危险的动作戏 您会担心吗 妈妈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会提醒儿子用替身 毕竟伤在儿身 痛在娘亲 迪伯拉有这样的想法 也无可厚非 而爸爸谢贤 却和前妻唱起了反调 不用替身 因为她喜欢这一行 往日复唱复随的夫妻 如今却你一眼 我一语打起了口水仗 这样的场景 让记者一愣一愣 开怀大笑 可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 精神抖擞 神采奕奕的谢贤 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步履蹒跚的样子 引得迪伯拉和工作人员 纷纷上前搀扶 一眨眼 大半辈子过去了 当年一起风发 潇洒帅气的四哥 也是85岁高龄的老年人了 而迪伯拉的状态 却截然相反 尽管年过半百 迪伯拉和江耀成 依旧像是年轻的小情侣 携手逛街 公共场合热吻 看得出来 他们爱的是那样轰轰烈烈 2022年2月 迪伯拉和江耀成 经纪人陈淑芬 谢贤等人一起聚餐 因为疫情的原因 他们并不能并排坐在一起 无奈 陈淑芬和迪伯拉 只能两边游走 照顾所有人的情绪 随后便坐在了 前夫谢贤的身边 两人一起看着菜单 没多久 便叫来了服务员点菜 一言一行 不难看出 即便离婚多年 迪伯拉对前夫的喜好 依旧记忆忧心 两人聊了一会儿 先任丈夫江耀成 便走了过来 似乎是看出了她的想法 迪伯拉连忙起身让座 一个前任 一个现任 两人聊得十分欢快 谢贤离开时 迪伯拉亲自搀扶 整理口罩 贴面吻再见 看着两人的举动 江耀成也毫不在意 淡定起身付款 或许在她的眼里 妻子和前夫哥 仅仅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以及谢霆锋 谢婷婷的父母而已